歷史 文化 紅色 生態 在地文化 新娘中很多新鮮幸福 最多不是冠妮婦祖 不是媽祖王爺 祂是土地公的八公 對家人到行春 對大生到大當 參討參謂的土地公 家庭農業社會 農經修行 家庭松仲 起床長年都要拜土地 到今天去修行李大老闆 一半點家 請二十次拜土地 一年至少二十禮拜 雞是認識的意思 吃乳雞的民喻雞 吃老闆的冷嘴秋 是怎麼吃乳雞的民喻雞 算不早叫老闆是老闆 前代以來 乳雞的道菜 會出一半全雞 那個雞 雞頭雞尾雞尾雞尾雞 雞尾雞尾雞尾雞 有啊 老闆如果要習慣天 拍一小開嘴 拍一小說 就像這個雞頭對著你 你就知道了 你也知道說這檔買雞吃了 這檔買雞吃了 你就要去老車本島了 不用來了 不只吃乳雞的民喻雞 啊為什麼要用那個雞頭 雞頭雞頭 要用雞頭 一種暗時 你是偷一個雞啦 你是偷一個雞 你偷一個公司裡面的雞啦 米湯就是你啦 所以公司如果要猜完 你就是雞 雞 想過坐那個雞頭一個就對了 所以 雞頭才對著你 雞頭雞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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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做雞尾雞做到今天 一樣是 吃雞尾雞 最痠最慘最痠最痠 如果沒有土地 就沒辦法相信我 所以我還要說啊 住在台灣這個土地人 你如果沒有認同這個土地 沒有感謝這個土地 就像無分有鐵重操人 對不對 對 因為收穫這個土地 才是我們的老土地 八公仔地基主啊